接着往下说我们来看屏幕上的这个小伙子 嗯大家还记得他吗 他就是曾经有着日照低胖之称的崔磊 因为之前啊崔磊体重达到了440斤 所以大家都叫他崔小胖 但是今天你要见到他得改口了 崔磊 听说你减肥成功要出院了 对啊 正在收拾东西吗 收拾东西啊准备回家了 看你是瘦了不少 我得检验一下 你的肚子 确实瘦了 但是没有原来这么有手感了 这是我的警黑成果 现在直接说是换了一个人了 刚来之前在家里睡觉是坐着睡的 现在睡觉可以平睡平躺着睡 原来都不下现在都蹲了 这是一个 上厕所问题解决了是吗 对啊上厕所问题解决了 崔磊今天就要出院了 兴奋的崔磊说要给特派员变个戏法 变戏法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你这衣服都不能穿了 你怎么还一直留着它 这是一个警戏啊 别再让他别再长这么胖了 你看一下多吓人啊 崔磊到底瘦了多少 咱还得用事实说话 现在就多少 115 彻底到今天呢 刚住院是四个半夜 他来的时候体重是442 今天刚才是230千 减掉205斤 他复位来的时候是183公分 今天呢 量是115公分 减掉了68公分 整个下到一半了 哇塞 十个半月瘦了一半 这效果真棒 崔小胖啊 真是逆袭了 瞧瞧 这肉少了 腰板直了 连眼睛里都开始放光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身体好了 他来的时候是有风险的 所以现在呢 心儿已经完全正常了 现在肝脏皮脏都正常了 所以他心里的指标都正常了 虽然出院了 但是崔磊可不能放松自己呀 保持在夜里呢 那哭泣平衡的饮食 管住嘴 慢开腿 这个我一定会加油的 因为 因为我知道 炕的时候那个痛苦 当时那个日子 就说混着 就说等一天 活一天算一天了 所以以此为鉴 经过十个多月的努力呢 崔磊现在终于是减肥成功了 他整个人呢 也已经焕然一新了 崔磊说啊 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 他也结识了一些小伙伴 这不 马上就要出院了 他有一些话 想和这些小伙伴们说 出院了 你要出院了 你剪了多少斤了 四十斤 四十斤 你剪了多少了 六十二斤了 好好剪啊 四百四十二斤 剪到现在二百多斤了 所以我就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们十斤剪 其实今天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们 剪齐啊 说实话 真的很感谢感谢你们节目组 给我的帮助这么大 而且还有一些社会上一些关注我的人 谢谢 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以前都是他照顾 现在对我照顾他 找一找我的另一半吧 那要不要我们一帮到底 再帮你在电视上找一个对象 真的吗 真的啊 收拾好行囊 带上对未来的憧憬 带上对新生活的期待 回家 崔磊帅不帅 帅